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经典车款 各位听到我们的标题 我们没有讲到当年的经典车款 为什么没有讲到当年的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 其实年纪没有很大 不像我们之前介绍动辄 二三十年的年纪 这款车子最后一台下线 到我们节目录制的现在 也才十多年而已 这个车子相当的年轻 不过这台车子故事相当的多 这个车子当年新车出来的时候 让我非常的爱不释手 我也是恨不得当年就给他买一台新车下去 甚至时日今日 这台车子中古保质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本来想说 会不会过个几年 这个车子中古行情比较低的时候 哪一台来玩呢 不好意思 以它现在 在我们节目录制当下 现在的中古行情 还是超过我的负担能力甚多 所以我也只能在路上望车心探 或是偶尔跟坏朋友借来开开爽一爽 哇 这个车子真的是让我爱不释手 好 究竟是哪一款 近期推出的新车 让我这么的有感而发呢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 第八代的Honda Civic 好的 第八代的Honda Civic 这边要先跟各位讲 因为这一代的Civic 它有分成美规 欧规跟日规 那我们今天讲的 主要是以台湾这边生产的 日规的版本为主 像是美规的版本 跟欧规的版本 尤其欧规的版本 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功课 所以欧规的版本 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我只知道 它的外观非常的前卫 当时台湾有贸易商弄进来 搞得跟外星宝宝一样 看起来这个造型 我也不懂 为什么欧规要长这个样子 至于美规 我觉得美规的外形 真的没有日规好看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本田 在台湾投产的 是日规的版本 因为像我们对岸 一海之隔的中国大陆 东风本田生产的 就是美规的版本 而且很好玩 东风本田 还有日规的版本 叫做东风本田自主品牌 应该叫东风斯明 斯明它就是用 所谓的日规的版本 结果过了几年 斯明它虽然是一个阳春车 它虽然是一个 配备相对差一点的车子 不过它的中国行情 反而比东风本田 思域还要保值 相当有趣的一段变化 好的 那我们就来跟各位讲讲 八代Civic这款车 它在日本的是怎么样开发的 那么还有它的外形 为什么这样设计 它外形有什么学问 那且听我娓娓道来 好的 本田这间工厂 其实它在日本车界来讲 它算是蛮新的一间工厂 所以我们知道 本田跟丰田是齐名 就是双田 当然销量两个 不能相提并论了 不过本田 比起丰田的历史 算是年轻了很多 丰田算是在二战之前 就已经出来了 本田是在二战之后才出来了 所以本田跟这个 比方说像马自达 像这个Suzuki 他们都是一开始 做那种很经济实惠的小车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什么程度 两轮而已 本田最早是在 静岗县的冰松市 哈妈妈子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工厂起家 最早最早 就是在脚踏车上面装上引擎 就变成所谓的机动脚踏车 就是所谓的机车 那汽车呢 本田它进来的比较晚一点 它是在1963年才开始 而且呢 你不得不说 这个本田创办人 本田中一郎 真的是一个技术狂热者 有别于其他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 Suzuki Mazda 一开始做的这个车子 都是一般的国民小车 本田它一开始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跑车 第一款作品叫什么 叫做S500 跟那个Benz的 S-Class名称一样 S500 当然它全名叫做Sports500 那Sports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台跑车了 它有这个敞篷的车型 有这个Coupe的车型 应该是有Coupe的车型啊 反正呢 它不是一台这个小巧的家庭用车 不是啊 那当然了 这台车子 虽然是它第一台汽车的产品 不过它本身呢 还是运用了相当多的摩托车的技术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本田推出这种车子 当然不是市场的主流嘛 所以本田还是以销售的摩托车为主 而且那时候本田的摩托车 开始在世界各地呢 开始展露它的光芒啊 那么本田正在汽车这边 展露头角的是呢 当然不是这台S500啦 是到后来呢 推出一台轻自动车N360啊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政府 为了要鼓励车厂去投入这种 经济实惠的家庭轿呢 于是针对这种车子 订出了一个税负减免的 一个优惠措施啊 也就是呢 在日本你买所谓的Kcar 轻自动车 你缴的税金啊 还有一些什么 相对的一些优惠措施 是比较简单的啊 应该说负担是比较轻的啦 甚至在某些地方呢 你在日本买这种轻自动车呢 你还不用付停车位证明啊 各位要知道啊 在日本你买车是要停车位的啊 你不像这个在台湾这边啊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爱怎么买怎么买啊 在日本呢 你买车嫌有停车位 可是呢 在某些情况之下 你可以买轻自动车 不用付停车位证明啊 在某些情况之下啊 那么本田呢 推出了第一台这个轻自动车N360 轰动市场啊 那开始踏入了轻自动车领域 这个时候呢 出场甜头嘛 所以本田中央觉得 嗯那这样好好好 我们就好好的给他玩下去啊 于是呢 他就慢慢的就推出 其他的汽车的产品 比方说呢 他在家庭轿车这边 推出了Honda1300 不要怀疑 他的名称就叫1300 那另外还有这个 双本的版本叫1300 Coupe 那1300跟1300 Coupe 其实他的外形算是比较侵略性 你看那个当时的外形 有点像某台美国车啦 这些什么美国车呢 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网路上的照片 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可是呢 这个时候啦 本田1300这个车子 他你说他面向家庭嘛 我觉得他的实用性 还没有到很强啊 那本田也觉得呢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已经进入所谓的 家庭轿车的时代了 我们一般啦 日本的这个乘用车纪元的元年 一般都是用这1905年 通丰田推出第一代的皇冠 为这个出发点 那么进入家庭轿车时代呢 一般我们都是以1966年 Tota推出第一代的Carola 为这个出发点 那这个时候呢 本田也尝试到 也发觉到说 这个时候家庭轿车呢 的确是已经算是芳心慰爱了 那本田本来这个1300的这个车子呢 跟一般其他同义对手 对于家庭轿车的定位呢 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呢本田就推出了真正啊 就是完全面对日本家庭轿车市场 推出的车型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代的CIVIC 第一代CIVIC 最早的造型呢 是三门先辈的版本啊 那是在1972年的7月登场 算是呢 本田正式挥军 家庭轿车的代表作啊 而且这个一挥军啊 这个不得了啊 马上呢 就成为这个本田销售的重要支柱啊 并且呢 非常意外的是呢 这个第一代的CIVIC 也跑去美国去大放异财啊 当然了 当时啊 这个被美国 比如说当时啊 后面几年也是被美国人言语啊 为什么 你这个CIVIC 是针对日本的家庭轿车市场去设计的吗 美国人手长脚长 人高马大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很多好莱坞电影里面呢 这个主角的不幸 如果去买到一台本田的CIVIC呢 这种老的CIVIC 他一定会做件事情什么 刚才把前座给拆了 美国人都言语说 这个车子根本不需要前座 为什么 我直接坐在后座我也可以开啊 这真的是不夸张啊 各位 你如果有坐过第一代CIVIC 第二代CIVIC 你会发现 那个前座真是没办法做人 他基本上就是比日本的轻自动车还要再大一点 我们讲的是当年的轻自动车啊 这个如果你跟现在的日本的轻自动车来比啊 第一代本田CIVIC 可能是比现在的轻自动车还要小很多了 当然那个时候的机械结构 还有设计思维 跟现在不一样啊 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那个时候 本年CIVIC一开始进去北美的时候是被人家笑死了 哎呀 你这个车怎么可能符合市场 你看前座还把它拆掉什么的 可是呢 没想到第一代CIVIC竟然在北美的工程掠地 为什么 因为很快他们就遇到石油危机了 结果呢 本来被他们业余这种车子 因为他小巧 他省油 他也跑得快 加上呢 当时本田搞了一套系统 叫做CVCC 各位你去看 早年的CIVIC跟Accord 在外销北美的版本呢 车头都引擎盖 这个应该算是水箱罩 中网那边呢 都会写个CVCC 这个系统呢 一举通过了美国当时号称史上最严格的油耗法规的限制 那个东西大概原理非常的复杂了 那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因为本田那个时候没有搞触媒这种东西 没有搞触媒转型这种东西 他用过一些机械的原理呢 把排气呢 进化得很干净啊 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很实用 不过在当时算是一个化时代的东西 所以呢成功了打开日本车在北美的这种国民车的销量 那这是海外的事情 那在日本本地呢 当然这个车子既然是针对日本的嘉宁教授市场所设计的嘛 所以这个车一推入市场 哇马上一炮而红啊 甚至呢就让CIVIC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战略车啊 这累积销售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我听过一个数据 好像他累积到什么1000万台还是几百万台呢 是世界上最快的车子啊 但是我忘了那个头衔是什么啊 那么一直到这个八代CIVIC要推出之前呢 据说CIVIC在全球已经累积了1600万台啊 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 而且呢 此后CIVIC就跟Accord还有90年代的Odyssey呢 成为本田的三大支柱啊 也就是成为本田的摇钱树 当然在我们节目录制当下呢 Odyssey已经阵亡了啊 现在Odyssey全世界都已经没了 那Accord呢 市场也不断的在消退当中 毕竟这种三箱四门的轿车 尤其大轿车呢不断的视为 那么轿车的视为呢 其实不只是Accord现在才面临到了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呢 八代CIVIC也面临到这个问题了 好 那么CIVIC呢 在日本推出来之后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 都卖的相当的好 到了第七代的时候呢 本田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呢 本来啦 在四代开始啊 本田对于CIVIC的加入了操控性的这个元素 比方说前后的双A倍 Double Wishbone的懸吊 那还有所谓的VTEC引擎 这些含不当当性能化的一些设计 那么让本田性能的形象灌注在这台CIVIC上面 非常的厉害 我记得当时同一车 哇真的看到这种双A倍这种东西 闻所未闻 的确这个车的操控性非常好 我自己都买过 我巅峰时期有四台CIVIC 我开起来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么本田呢 在第七代的CIVIC 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什么 他把它变成一台很朴素的车子 以台湾的讲法就是说 第七代的CIVIC变成一台Colorado 它的前后双A倍都没了 基本上算是前后卖花城 开起来的表现 也没有六代这么好玩 但是它内部的空间 做了很实用化的设计 它多了一个创新的东西 就是它后座所谓的国领式地盘 什么叫国领式地盘呢 就是它后座的中央是没有融起来的 因为它排气管有缩小 有做一些布局上的变化 所以让后座中央的脚踏空间 没有像以前是这样融起来的 其实这个差很多 你不要看那个小小凸起来 我在做后面标榜 是所谓国领式地盘的车子 真的后座舒服很多 真的后座宽广很多 但是这也被人家批评说 七代就变得没有像以前CIVIC 这种灵魂这种操控的乐趣什么的 而且还有一点 在CIVIC七代这时候 为什么它要转移成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2001年 本田又推出了一款 跨世代的作品是什么 叫做本田的FIT HONDA FIT FIT出来之后 造成了日本车坛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是什么呢 它一出来没多久 把Carola这款车挤下来销售冠军 各位不要怀咬 日本在他们有所谓的销售统计数据以来 Carola算是熊霸销售冠军排行榜最久的一台车 现在被打破了没 我不是非常确定 但是在此前 它熊霸了30年 最早我记得销售冠军是Toyota的Corona Corona推出了之后 有一两次 好像被什么马自打了还是被尼桑的什么车子给取代掉 但是很快 Corona又回归销售冠军了 一直到Carola推出来之后 Corona就自动让位了 Carola就一直熊霸 从70代开始一直走到2000年左右 那时候都是单一车总统的冠军 偶尔可能有一两个月偶尔被挤下来 但是整个年度来讲还是Carola称霸 但是到了200年之后 不好意思 FIT这种崭新观念的小型两箱的 有点类MPV 但是又不是MPV这种都会型的线背车 开始席卷日本市场 这个席卷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个泡沫经营在1993年彻底崩坏 所以日本人的消费力不是很够 那么买车就不能买一些光怪路 离拉一些五光十四的鬼东西了 第二个是 90代日本开始兴起所谓的休旅风 从一开始的旅行车 Wagon Turing 一直变成MPV再变成SUV 所以大家对于车舱的空间利用性 非常的讲究 FIT这个车子 第一个它小巧 而且它便宜 然后它空间利用性又很高 所以它一推出来之后 马上就席卷整个市场 马上就取代掉了 Carola为销售冠军的冠军宝座 让本田也发觉 这个车子蛮好赚的 不错 蛮受欢迎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也顺便把CIVIC的销量 进一步的侵蚀了 也就是说在八代CIVIC上市 应该说在设计的当时 就面临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三箱四门的轿车视围 甚至CIVIC本身 本来要因应FIT 把它变成一台 把CIVIC7代变成一台很家庭化取向的车子 还是不抵市场的大环境 所以八代CIVIC在设计之初 它就必须要面临到整个轿车市场 家庭轿车市场 在日本当地它已经视为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在海外反而家庭轿车市场 是逐渐的兴起 比方说像中国大陆 比方说像东南亚 全球这些新兴国家 对于这种三箱四门轿车的兴起 算是芳心慰艾 所以八代CIVIC身为一台全球战略车 它要如何的去兼顾外销市场 跟日本国内市场 就是它这一代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本田也没有让人家失望 这一代八代的CIVIC设计 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它的外观跟内装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 这个具体的学问是什么 当然我们会跟大家好好地讲一讲 原则上在它设计之初 他们就开始规划说 八代CIVIC在日本国内 要怎么样去进行 于是他们就决定 八代CIVIC要做一个 大幅度的整并是什么 它把原先在日本有卖的先辈的版本 给取消掉 三门的版本都取消掉 在八代日本的市场 只供应了四门轿车 因此在车名上也做了一些调整 各位觉得车名上做了什么调整 好你仔细看 CIVIC在日本市场 从五代之后 它的四门轿车改成什么 叫做CIVIC FURIO 多了一个副名叫FURIO 所以到了八代的时候 既然它已经只剩下四门轿车了 三张四门轿车了 它就把FURIO这个副名给拿掉 全面回归CIVIC的称呼 让本田CIVIC回归到最传统的 三厢四门轿车的典型 毕竟日本当时有FIT卖的很好 你如果CIVIC推出一个两厢先辈的 这种车子跟FIT 日本本田是觉得是没有什么竞争力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外销市场也是以三厢四门轿车为主力 当然欧规一样保留了Hatchback 美规一样是有双门的车型 另外一个它不只是形象定位在四门轿车 它在日本也开始导入所谓的油电车的系统 因为当时油价不断的高涨 丰田的Prius从一开始的抽小 要慢慢变成天鹅了 所以本田也希望推出一台 车子可以跟Prius正面对决 当然各位说跟它正面对决的不是Insight 你如果去看过Insight就会发现 Insight的空间利用的效率 没有Prius那么好 所以Insight的车子 在日本有很多地方它是不能当计程车的 因为它车子太小了 不符合计程车的法规了 相对的真正回应到Prius这款车子 还是以Civic八代的油电车型为主力 因此在八代它开发之初 它就是以Toyota Prius 应该是对过去应该是第二代了 以第二代Prius为它的竞争假想的对手 去做对标性的设计 至于八代Civic它外观跟内装设计的具体 思维具体的学问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因素 我们就留在下一集 继续跟大家好好分享 八代Civic这一台车子 它各种有趣的学问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做个八代Civic 讲述之前的一个开场 跟大家聊一聊 本田是怎么起家的 Civic这个车型只不过发展的 那么在八代Civic开发之前 日本国内市场遇到什么样的变化 让大家对于八代Civic有个暖身 我们下一集就继续进入八代Civic外观上的设计思维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